這個就是上面所說的七一定 上面說的是在221月這邊 221月 這裡有 依此而色心色心得正定 人八正位者佛說有七一 這裡有講到 好 再換回來 那 結論說到 四堂八定裡面 非想非非想 那麼 定太深 沒有辦法 引發無肉味 所以 從四堂八定裡面 去到非想非非想 就叫做七一定 就一隻發無肉 不過 那麼 如果我們仔細來說 那麼包括 背道均均也可以引發無肉 還有出產到二產的中間產 也可以引發無肉 所以 零個來講 也有九個 但是從四堂八定來講 就是叫做七一定 好 佛又特別重視四產 這是最容易發慧的定 就是發這個無肉慧 引發無肉慧 那麼是因為四產過了 無色界等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那麼 這個定力比較深 那麼 智慧要很利 才有辦法 那麼 四產以下 味道立定 初產 二產 三產 這個定力比較淺 那麼 也比較困難 所以 到四產 定會均等 這是最容易的 所以 一般都是 定還是這樣修 從九住心 面住 續住 安住 進住 調順 那麼 急進 最急急進 專注於去等辭 之後 進入初產 二產 三產 四產 再到飛翔飛翔 然後你這樣修了 然後從飛翔飛翔 再往下 就一接一接往下 然後再訓練 你可以跳 可以跳 就從初產 跳到三產 從三產 跳到空無邊 從空無邊 就往下跳 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速速轉換 一般開始是一接一接修 那一接一接退 一接一接下來 從空無邊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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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產 從三產到一產 那這樣訓練自在了之後 那麼 你就可以 退到市場裡面來做官 從 從 從社界定到市場裡面 因為市場是最安靡的 你每一個定過經歷過的 你知道哪裡 最適合 然後 你又很熟練 所以這個時候做官就容易 那麼 他是定會軍的 定會軍的 太深了 也不容易 太淺了 也不容易 當然如果你 智慧很密 智慧很密 那麼深跟淺 你就可以 但是非響非非響 不行 未到地定以前 就是 第九住心以前 也很難 不能 所以 所以基本上 市場是最容易的 所以你都一般 但是你要修 還是要修到非響非響 要從非響非響 退到市場 然後來 來關引發五落會 那這不是一般的定 是與念會相應 項鍊版的聖定 所以叫鎮定 那我們前面有講過 在220頁這邊有講過 那一般沒有鎮件相應的 那個是什麼定 那個叫未定 或是叫鎮定 這個裡面有 220頁這邊有 就是未定跟鎮定 凡夫的外道 那我們 我們是政見相應的 那麼政見一定要跟三法院相應 無常無我的相應 那麼這個政見的定 叫做政定 就是有智慧 以智慧相應的定 那麼世間的智慧 出世間的智慧 所以他叫做政定 他都有 以政見為首 然後有政思為政 以政約正命 這個政都是跟政見相應 所以外道的定 不叫做政定 他叫做未定 所以他會直取 直取 他到那個定裡面 他會直取 那個感受 或是那個境界 死了之後 就升到社界天 或無社界天 像佛陀 佛陀 佛陀之前 也跟他的老師 學過常見 大佛羅佛羅子 阿羅羅加萊 一個升到無所有觸天 一個升到非想非想觸天 佛陀的弟子 都正阿羅漢 這兩個現在還在那裡 什麼時候才會下來 很久很久以前 彌勒佛都已經 悟念好了 他還沒下來 這一節都過去了 他才過八萬大節 一大節過去了 他才過八萬之一的生命 要像釋迦牟尼火來人間這樣 這一大節過去了 一千軍火過去了 這樣八萬次 他才從無社之間下來 你看要多久了 我們說等彌勒佛再來 已經很久了 彌勒佛再來 他才一百年 他才過一天 八萬大節 他才八萬分之一而已 還沒過 可是你要知道 你像 釋迦佛的很多地形 都已經露面好了 他還沒有 因為他只走在那個境界裡面 死了 釋迦牟尼火要去讀他 他沒辦法 已經死了 死而生到那個天 沒辦法 那等他從那個天下來 釋迦出來 才有辦法 所以未定 沒有陣線相應 之前也沒有 那 第一 佛沒有講死也不知道 那我們修定的 如果 很多人也 這個明清理後 很多人就覺得 蒼花朵就要開悟 然後就要關烏西 就要入定就可以解脫 沒有 入定不能入定解脫 入定 有時候 你沒有證件相應 你是未定 你是協定 更難解脫 更難解脫 所以 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 用功就是了 不是 你沒有用 你沒有 先認清楚 跑越快 回來越遠 跑越快 回來越遠 越麻煩 清楚這些障礙更麻煩 所以 你不知道 這個東西是有毒的 或是不能吃的 你以為當作 當作 當作營養 越吃越營養 結果 以後要去這些毒素更 更久 更麻煩 所以 這個是什麼 薩斯念慧相應 相滅滿的聖定 才叫做鎮定 鎮定 不是所有的定 都是鎮定 沒有 那麼 定位其修 莫了 依鎮定而起 憲政 緣起 即滅性的 無若惠 所以 你如果沒有智慧 你的定 引發的 不是無若惠 你沒有 你之前都沒有政見 你怎麼會引發無若惠 你之前都不知道 無我的觀念 不知道緣起的觀念 你怎麼觀 你的 你的指怎麼樣成觀 你要觀什麼 你定中你要觀什麼 你要怎麼觀 沒有觀 你不能 你沒有辦法引發無若惠 你要文字剝勒 觀照剝勒 你的觀照剝勒 是從文字剝勒來的 你要怎麼觀 你要怎麼觀 你觀到真心線前 那個沒有辦法解脫 你怎麼知道要觀無我 你怎麼知道緣起怎麼觀 你怎麼知道無我怎麼觀 你怎麼知道無常怎麼辦 你聽都沒聽過 所以你不會觀 很多人沒有這種概念 都不曉得佛法 緣起在講什麼 然後就開始好好的 就閉關打坐 然後念佛 然後就覺得 那麼這樣就可以解脫了 不是 所以 他說憲政緣起 觀照剝勒之後 就有什麼 實相剝勒 憲政實相 實相是什麼 實相就是無我 就是緣起 緣起 緣起極面性的無漏會 也就是滅盤子 所以前面有講過 要先有法術制 你要有緣起的觀念 要有出世間的政見 然後出世間的政見之前 要先有世間的政見 這些都要弄清楚 那麼就是滅盤子 出世的無漏會成就 才能夠什麼 斷煩惱正真理 了生死而得解脫 你才能真正出三天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 你生死的真解是什麼 生死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你不清楚 你怎麼可能出生死 那麼你用功的目標在哪裡 你都不清楚 你這樣這種公司要用到哪裡去 就像大海裡面 風缺到哪裡就到哪裡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些都是什麼 他說到此才完成 修期出世解脫道的目標 解脫涅盤由修期發生到的 十方國情犯一路涅盤門 國情犯就是佛了 世尊 十方諸佛都是以八正道為實現 八正道最重要的就是正見 所以佛說道的總是說八正道 道有很多種 但是以八正道為主 不離開八正道 所有的道點不離開戒定位 那麼所有的道點一定都有會 一定都有會跟心境 但是不管你是什麼 一定都有會跟心境 那會是最重要的 所以欲為八正道寫入內脈 所以佛陀就曾經講 不管是誰 只要有八正道 他就可以有解脫 那麼當時那麼多撒人團 裡面只有佛陀才八正道 所以真正有解脫的 有賢聖的 只有在佛陀身團才有 其他不講八正道 那些外道 那些外道 根本就沒有政見 所以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解脫 他認為像這個佛陀門 認為有一個犯王 他也修行 他也修行 他也有戒定會 但是他的戒定會 他的會是 什麼是智慧 你知道 你知道犯是唯一的 你要見到真我 他也講無我 但是他的無我不是佛教的無我 他是這個我不是真正的 你要找到那個真正的我 犯我 與犯何而為一 那個就是解脫 他也要定了 他也要定 他也有戒定會 但是不是佛教的政見 所以 只有佛教 因為你只要能夠 能夠一八正道 你就一定能夠得解脫 沒有佛也可以得解脫 必知佛的時代沒有佛 但是他還是有正見 因為他過去中已經有 一這樣他得解脫 他一樣可以得解脫 誰有八正道 誰就得解脫 誰沒有八正道 誰就不可能得解脫 這個是很明白的道理 而且他是有次定的 你不能說 我先修正面正定 再來修正見 沒有 沒有正見 沒有正面正定 沒有正見 你的定不叫做正定 你的面不叫正面 你肯定不叫正面 你肯定不叫正面 正定是要由正面而成的 可是 你沒有正見 你就不叫正面正面 你沒有正見 你看起來像持見 但是 你不是要正你正面正面 不是 因為你這個沒有正見 沒有正見的持見 也不是 也不是佛教的親近見 不是 是啊 外道也持見 可是為什麼持見 持一持 持見也持到 墮三個道 照你來講 五戒十三就不墮三個道 照你說 因為你殺到淫望 才會墮三個道 但是 你不知道 沒有殺到淫望 但是有邪見 一樣墮三個道 一樣墮三個道 所以 佛法裡面 八正道是最主要的 而且正見是最主要的 好 在這三學八正道的敘述中 身文就是這樣 解脫就是三學八正道 那如果是菩薩道 後面就講六度萬恨 那只要這是六度四色 六度萬恨 那這個五稱 五稱 人稱就是五戒十三 天稱欲戒天之十三 如果是色無色戒天 他還需要有定 還要有不動善 就是還要修定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叫五稱共法 那三學八正道 其實就是解脫 就是身文的解脫 似乎有不同的次定 三學是 如果我們講三學八正道 八正道是正戒開始的 三學是戒開始的 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其實不是 他是三學是戒而定 定而會 八正道是會而戒 戒而定 看起來好像不一樣 其實不是的 他說這道次第是一樣的 戒也是要有政見的 你沒有政見 你的戒其實就是外道戒 你的定就是外道定 你的會是外道會 所以他講 因為會學不但是首先的 也是究竟的 你為什麼要持戒 你跟佛學的 佛告訴你 你先知道英國人 你不是因為害怕 不是因為畏戒而持戒 就是畏罪 不是因為害怕 墮山樂道而持戒 不是的 那當然你知道你不持戒 你會墮山樂道 但是你之所以持戒 那是因為你知道解脫 或是禮山樂道 這個是我們成為 就是我們一個根本 你是為了發真上身心 為了發出離心 為了發苦疾心 你來持戒的 你不是單單只是因為 你不這樣做你就會落到 你因為害怕來持戒 不是的 你持戒不是因為害怕 你是因為你要得親近 所以他這裡講到 從三學跟八政道 由戒定會到會 會戒定 政見證施委是會的 你政見證明是戒 政見證定是定 看起來是八政道是會戒定 不是的 政定之後也是引發無若會 也還是會的 政定是為了引發 不是到政定就好 不是政定是要引發無若會 我會的定叫政定 所以要引發無若會 無若會是要得解脫的 其實是這樣的 那三學的戒定會 他基本上 你還是先有政見 你才知道要持戒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叫八政道的次第 他說會學是首先也是舊性 八政道的次第是 政見是文位 政思委是思位 思委發起正義正義正義是戒學 政經進偏通一切 特別是依著精進而去修正念正念 這個是定學 定與會是相應的 就是修會 所以關照國樂他也是定會 定會均等 等到重定而發無若會 是憲政會 是憲政會 真實的會學 從此而得解脫 所以佛說的三 佛說的解脫道 三學與八政道 其實是一樣的 都不離文思修憲政會的次第 叫做文思修正 不管是文思修正 都是跟會相應 所以文所成會 師所成會 修者成會 跟憲政會 這個佛法之所以 一定得會 一會得解脫的次第 三學與八政道 其實是一致 次列表如下 老師畫了一個圖 看看兩表之列 政見是文會 政思政語 政業政念是師會 政前政念正定 是修會 一政定引發無若會 就是憲政會 這個看起來就是什麼 戒 戒 定 會 底下是三學八政道的 戒 真上學 心真上學 就是定真上 會真上 然後得解脫 這個也是文元君講 色心為戒 一戒 一戒 申定 一定發會 一會得解脫 此則名為三無若學 一八政道來講 政見正思為 政與政業正命 然後正經經正念正定 一樣 你看文師修會 信正問 都一樣 次帝是一樣的 好 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佛說諸道別 八政道是最主要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道別 總集三十七 道同隨經 末世生前別 佛說道地 就道品 我們說阿安經裡面最重要的 運相依 促相依 延起相依 另外一個就是道理 道理 就是無產無我 道品就是你怎麼樣依這個次定 怎麼樣去證得這個無產無我 要累積這個怎麼樣的滋養 要擁有什麼樣的德性 那道德才能夠正道 好 那麼 佛說道品總說是八政道之 但善在各處經中 佛說的修道項目有種種的道品 品就是品類 一類一類的 那這個是道類 是將修道的項目組成一個類別一個類別 經中將道品總集為三十七道品 那這個經是大聖經 在阿安經裡面沒有講到三十七道品 但是他就是後來的論詩 那麼把這一些佛說過的修道的項目 因為不同的眾生 不同的眾生 那麼佛是跟他講不同的次定 那有一些已經拒絕了就沒有講 就是比如說信 信近面定位 那有一些佛弟子 他已經非常保 而且非常正見 都不講信 就直接比如說 就試運出八政道 沒有先講正心 就直接就講正見 那麼類似像這樣的 那麼不同的 那麼他就有不同的說法 那論詩把 論詩把佛說的 這種種的修道項目 他把主要的 主要的 把它編輯起來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三十七道品 就七類 七類 就是這裡講的分七大類 那麼四念祝師正前 四神組 這三種式 兩個五 五根五粒 一個七一個八 七絕之八正道 那七只是七類 那麼有三十七種 那所以七大類 三十七品 為什麼叫道品呢 道是普提的意義 所以有時候叫三十七普提分 分也就是品 所以有時候叫三十七道品 有時候叫三十七普提分 這些都是修行而得三普提 普提是絕的意思 三是正 阿紐多諾三秒三普提 三是正 正等正絕 三秒是正等 三普提是正絕 所以這個是修行而得到三普提 這個三是陰意 不是陰意 不是陰意 不是一二三個三 是正的意思 所以正絕的不同項目 所以叫做道品 四正前你八正大 上面已經說過 前面有講四正前八正大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哪些呢 四念祝 四念祝是深念祝 四念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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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什麼 一定最後都是觀到無我 如果沒有跟無我相應 就跟解脫不相應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四念珠 一般我們叫做觀生不盡 他這裡講 觀生不盡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這個叫做別相念珠 就是深受心法 各可有別觀 觀生是不盡 觀受是苦 觀心是無常 觀法是無我 然後總相念珠 一切都是無常 苦 無我 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是總相念珠 就是你一定要觀一切都是無常無我 不管是深受心法 都是無常無我 那觀生 四念珠的觀生並不只是不盡 不盡只是情中的一個而已 如果我們以經典來講 深念珠 所以 深念珠不是不盡觀 不是喔 深念珠不是不盡觀 他是這樣的 佛陀教的觀生 深念珠 他基本上 講了四個 那麼 第一個 行則之行 行就是在走路 清醒 清醒 行則之行 然後 底下 行柱坐握 柱 站著的時候 坐著的時候 握著的時候 躺著的時候 躺著的時候 行柱坐握 然後 另外就是什麼 就是眠睡覺的時候 醒來的時候 霧 另外 雨墨洞進 講話的時候 不講話的時候 动的时候 不动的时候 你都知道 这个也是生命柱 这个也是生命柱 行柱 意思就是行柱坐卧明物与末动静 你都正面正知 正面分明 你都知道 一般有些修法就是这样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你举左脚 你知道举左脚 你举右脚 你知道举右脚 你洗脸 你知道你洗脸 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生命柱 所以它就是你做什么动作 你都很清楚的知道 那么这只是一个 第二个 这生命柱里面有四项 主要是三项 第二个就是你生恶不善法 恶不善念 那么 假设生起的恶不善念 要以善念四段面积 第三个 念初入洗之初入洗 洗初之洗初 初洗 或是入洗 念初洗之初洗 洗长之洗长 洗短之洗短 其实这个就是关姑息 它也是生恶处的一种 所以生恶处不是关身不敬而已 不敬关 关身不敬 就是对质的 对质贪的 然后第四个就是关身 种种不敬 有三十一或三十二项分 开始关 毛 皮 肉 骨 血 筋 大肠 小肠 这些种种有三十一或三十二 关身 种种不敬 十六戒所成的 最终都要通到无我去 主要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 初入洗 就进关 跟这个 这个 这个身体的 身体的这些微移动作 这些你都知道 清楚 这个是胜念处 那心念处不一定是关苦而已 这里叫做观受是苦 这个是胜念处 它是心所有的 那基本上 不是只是关苦 苦升起的时候 你知道苦 热升起的时候 你知道热 如实觉知 苦 热 不苦不热 你都如实知 有苦 你如实知有苦 有热 你如实知有热 有不苦不热 你如实知不苦不热 那么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你还要关这个兽 这个兽是怎么来的 是由处 跟成是何而生处而来的 那么 那么处 处是怎么来 是跟成是何而来的 那么你要这样去关 那不单单只是我苦受苦受不是 因为我们的受你要关这个受 生受心吧 苦的时候你也知道苦 热的时候你也知道热 不苦不热你也知道不苦不热 那么 那么这个也是 就是关兽里面有 但是我们简单讲 就是这里从 先从关生不尽 开始 那么关兽 从关兽是苦开始 其实是这样 那么关心 无常 心刹那刹那 一下子想这个 一下子有贪 一下子有撑 一下子有吃 一下子又好心 一下子又不好心 那你要知道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有称之有称 无称之无称 有吃之有吃 无吃之无吃 你要知道 那么这一切心 是无自信的 无常无我的 那先从心无常开始关心 那观法无我 法就是一切法 十八线 六根六成六四 那么有这一切法 那么因为这个法 跟成是何而生出 生起种种的烦恼 那这种种的烦恼里面 你都没有自信 那么一切法 你如实知道 这个身心 进 这个就是十八线 就是一切法 这是官法 那么知道这一切 都是无自信的 无我的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四念处 那别相关 简单的同 官生不尽 官兽事物 官心无常 官法无我 总相基本上 不管是神兽心法 都是要官到无常无我这边 那么这个是四念处 好 那四念处 底下的是四神主 神主 他说四神主是定 他也不是定 他其实还是会 但是是以定为主 以定成就为主 定为神通所与主 所以称为四神主 虽是定 但是由修花三摩定的主力 有欲擅心官 那导师写子 一般讲欲擅心官 而不同 所以分为四神主 这个主是根本的意思 就是正德圆满的基础 或根本 所以叫做四神主 那四神主我们比较少听到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欲就是善法欲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 是神主 那么这个神是神通 是神通自在的意思 那么基本上还是 四神主还是可以得解脱的 他并不是说只是神通 不是 那这个是根本 这个主是根本 基础 就是你获得神通自在 那真正的神通自在是什么 生死自在 生死自在是最大的神通自在 那么 这是获得神通自在的根本 那神通基本上是六神通 神通是六神通 那主要是六神通 天隐 天隐 眼耳鼻舌生 他心通 眼耳鼻舌生意 不是 神书通 我叫做神经通 我叫神经通 我叫神经通 他心通 这个是从感官里面讲 眼耳鼻舌 鼻舌没有 鼻舌在色界就不起作用 没有鼻子舌是 那这个定是色界的 定是色界的 眼耳生意 然后一个宿命通 宿命也是性的 然后之后就是一个漏镜通 这样就很容易记人 漏镜通 那这个是 这个是公外道的 外道也有五神通 所以 叫做五通神的 五通神的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凡夫外道的 这个是圣者的 好 那四神组里面 叫做欲 欲勤新官 欲勤 那也是精心 新官 那导致是写子官 那其实就是定跟慧 导致是写 欲勤定官 那一般都是写欲勤新官 那我们用白话来讲 这欲是上老语 明确的目标 要有强烈的意愿 就是你要修 第一个要有明确的目标 要有强烈的意愿 一般 世间的话就是要有企图性 然后你强烈的意愿 佛法叫做善法欲 那么勤 勤就是精进 一样 就是勤奋的努力 跟持续的用功 拿下来 勤奋的努力跟持续的用功 用白话说了 就是阿尔经里面讲的住不放映 专心修行住不放映 住不放映 那么心 导致是写定 疫情新冠 那么心就是定 修定 专注 他就是获得禅定 注定不退 你努力 让心定心专注 获得禅定 他就是定 但是至神主不是为了获得定 也不是要由定 或者神通 不是 一直要由定 引发无肉 我们讲到定 可以调伏凡囊 可以得泄法入住 身心喜乐 可以引发神通 可以引发无肉 那三生共法解脱最重要的是 要生死自在 那么他要引发无肉灰 所以重点在会 就获得禅定 注赢 就是在这个定里面 那么注定不退 就不会退失了 因为定难得而易失 但是所以你要常常练 练到习惯 不会退 然后 欲请兴观 观其实就是会 因为智慧都是由观照而来 所以修行基本上最后都是要定位的 那这个观 欲请兴观 老师讲欲请定观 子观 老师讲子观 由此而观 那其实就是定位 那么这个观 就是依定思为引发无肉 断除烦恼 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断掉了 其他的烦恼就渐渐断掉了 断除烦恼 那么得到清净解脱 那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欲请兴观 在我们底下 它其实也是一个独立的修行方法 你单单修这个 那修这个世神主还有一个 就是你世神主成就 那么寿命可以延长 这个身体 一般来讲 我们这个身体一百年就会回来 但是如果你有世神主 你可以改变这种生理结构 改变这个物质状态 让它延续 然后不会毁坏 不会败坏 一节或一节有用 那一节到底是多长 不知道 但是至少几千年 大概几万年应该会有 至少几千年 那么你可以延续这个生理 不让它那么快坏掉 就是你可以透过你的定神通 你的世神主 然后可以让你的寿命延长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百岁而已 但是你可以让它延长到 几千岁或几万岁 然后身体也不会那么快毁坏 是可以的 就是世神主的这个力量 那定都有 外道也有 外道也可以 外道也可以 它只要有神通就可以 但是佛法的世神主是有慧的 不是跟外道的那个 外道那个只是定引发神通 不一样 好 所以它这里叫玉琴 导师是写子 玉琴子观 其实就是修子跟修观 有时候叫四儒义主 所以它是神通之战 所以四神主也叫四儒义主 那么主要是能够所愿皆得 定慧金等所愿皆得 所以四神主也一个名称叫四儒义主 翻语如也 主是根本的意思 这是你能够 基本上就是神通自在 生死自在 解脱自在的根本 它必须要有这四个 那一个意义是善法院 就是你要有强烈的企图心 你有那种怨心 所以一般都要有那个怨 因为它不容易 它要刻苦 它才能得到 所以你如果没有很强烈的企图心 基本上是做不到 基本上你如果只是要走到7月 買东西 那个是很简单 你要爬上喜马拉雅山 如果你要这样 因为充满了风险 而且很辛苦 如果你没有强烈的企图心 你是做不到 类似像这样 所以它第一个是欲 善法欲 这个欲不是欲望的欲 不是我们五欲的欲 它是善法欲 那另外讲武根 那武根跟武力 基本上都是信 敬 念 定 慰 然后这里是一些情 这是情情 信 敬 念 定 慰 这五项功德 修德 坚定 而引发为功德的根源 叫做根 叫做根 那你看 所有都有 不管你什么道别 一定最后都是慰 那八正道后面是镇定 不是正慰 是因为由正定引发不过慰 最后还是正慰 还是慰 那后面的 不管你是什么道别 后面都是慰 后面都是慰 好 那么这五项功德 因为坚定 而变成一切功德的根源 所以叫做根 那武力就是上面这五件事 已经有降服烦恼的力量 叫做力 不过武力这一部分 有的也有四 也有五力 也有六力 也有七力 也有八力 就是力量的力 即是功德力 那讲的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一般来讲 就普遍的说法就是五力 信 敬 念 定 慰 好 那么这个是五根五力 那你一样 这个从信 相信 那么开始 七觉之 七觉之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那么所有的道品 它次序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五根五力 它一定都是信 敬 念 定 慰 那八正道一定是政见 政 思 伪 政 理 政 念 政 去 去 政 念 政 定 所以四神主一定是欲擒心官 四念处一定是深受心法 它们没有不一样 那么只有七觉之 七觉之在各个经典里面讲的次第 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里说的 念 责 法 听 进 喜 清 安 定 生 这七个次第 念 责 法 由念开始 但是也有一些经典是从责法开始 责法精进 喜 念 定 清 安 舍 有总共 那包括其他的说法 至少有七种到八种 不一样的说法 那么这个七觉之还有一个就是解释 也有很多种解释 那么七觉之是比较就是在三十七道品里面 就是它比较有不同看法的就是包括它的次第 八正道一定你不管哪一本经典八正小胜 它一定都是正见 正思为 正理 正月 正命 正念 正定 正经 一定是怎样 没有其他的说法 四念处也一定是深受心法 五根五立 是神主 那么都是一样 只有七觉之不一样 好 因为时间大 七觉之的问题比较复杂 我们下一堂再来讲这个七觉之 我们就把各种不同的说法 然后比较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明白的解释 下一堂再来讲七觉之 七觉之跟八正道 四念处七觉之八正道 那么比较常见 而且七觉之非常受重视 甚至这个不派论诗 把最重要的放在七觉之 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讲 今天先讲到这里 七觉之 好 大家合掌一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顾及于切 顾及于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